太神奇了,连专家都无法解释 在广西悬崖峭壁之上 发现奇怪红色字符 每道河流转弯处 就会出现这些红色字符 据统计,数量多达1800多个 最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裸露在岩石上的红色字符 竟然能千年不掉兽 有网友猜测 这废不废是地球以外的文明 到达过这里 菜菜子今天带着种种遗团 和大家一同前往 重做的绵疆一探究竟 我刚刚是从那边过来 从这边开车过来的 洋花就在前面 洋花就在后面这个岩石上 那个岩石上 这里有一个观景平台 公车停车场 发生研发观景平台 这边是去不了的 是去河边的 这边 这边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 木制的 这是木制厂制的一个战道 这里已经飞了 看这边 看这下 这刚开始的生活 这里已经朽了 哇 民族教育基地 它这个后面还是有个很大的 平台 观影平台 这里还有一个介绍 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二世纪 生活在祖江期流域的 落月人 为了表达不对神明和自然的崇拜 有意识地在江水转弯处 面对江水 精选十亿的位置 肺子大量的研发 那这个到底是研发还是棉发酱 研发这里叫棉发酱 啊不是棉发酱 棉酱发酱 这里叫棉酱发酱研发 棉发酱 这长可就变成棉发酱了 那一个研发就是在那边 研发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那里 铜骨出现啊 就是此处 此处发点共有同骨发像是七个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方面 就是这个发像可能不是最终的 就是它那个颜色为什么会不掉色 就是这样的 写真是一样的 把いき红的一点 还怎么这么像 略面的东西 寻找的 还有这样的一些 dein眼里 反正的一种 密封 跟长江浦涛 懒了 对 来 这次一点 用脱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